听到双核医院发出求救讯号 这次防疫女神贾永杰再度站上前线 送上婴儿影像插管机 亦不容辞送物资 让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医疗照护 因为本土Omicron病毒 已经严重威胁到小朋友的健康 统计今年到5月23号 已经有6例儿童死亡 其中2例还未列入死亡统计 其中有5例并发猛爆性脑炎 14例重症当中就有6例出现脑炎 整个看起来新冠病毒在儿童引起脑炎的病产 跟残病毒7C型差不多的 我们以前在看残病毒7C型重症的时候 它大概是在发病以后三四天左右 最容易出现重症的一个风险 和各国儿童致死率相比 美国18岁以下死亡率约10万分之5 日本10岁以下是10万分之55 香港11岁以下死亡占比稍高一些来到万分之1 而台湾已经接近美国10岁以下的死亡率是10万分之5 台湾和邻近亚洲国家陆续出现儿童重症 并发脑炎的症状是否跟基因等等因素有关 医师表示还要再研究 还是建议年龄够的话 还是能打疫苗是施打疫苗 避免这些重症发生的机会 如果它高烧尤其是超过41度 那就是非常危险的警讯要赶快就医 医师呼吁要留意小朋友如果有发烧抽搐 意识不清步态不稳等等 就有可能是脑炎的前驱症状 多一点小心就能避免看事发生